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香港电影资料馆庆祝20周年为大家设计的光影梦工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讲关于粤剧和戏曲电影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粤剧就是我们广东粤曲戏曲的一个艺术 已经流传已久的了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戏曲电影是发展得非常蓬勃的 而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 都是在戏曲电影和粤剧方面是非常有贡献的 首先介绍我们的辉哥阮兆辉 欢迎欢迎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谭帅红的丽何姐 哈啰 大家好 荣姨你好 荣姨 可能我们是新一代的 我们就会在电视上去认识荣姨 是啊 两位都是我的前辈 两位我都有合作过的 今天难得两位在白王之中 都抽时间来和我们聊天 真是多谢你 不要客气了 不要客气了 嘉宇 大家都知道 很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入行的 那以我所知呢 那还有一样东西很奇的 我最初你知道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呢 就很困难了我们家里面 那我很大家庭就迫落了已经 那呢就交不起学费 那于是呢就去报名考童星 先考中联的 但不行哦 那就是考不了 考不了 后来永茂就招生了所谓 那又去考一下永茂 那结果呢就在永茂取六所 那就入了行了 那你第一套电影呢 是叫做什么 养子当之 养子当之父母恩 是的 那就是你是新人进去 那那套电影是不是全部都是新人 很难得的 那我们的老板叫做正生 他自己也是演员 又是老板 那他就很大的抱负 他又要全部都是新人 一口口几十人进去 哦 是的 全部都有七部电影 全部都是新人 那他有很多电影 一开就开几部的 哦 以我所知当时的导演是吴梦叔 是的 民宿 那还有上官军慧 上官军慧 司马华龙 是 张才 是的 余美华 余美华 全部都是新人 李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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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我不知道阿嬷还是做阿婆 那时候很可憐的 他叫丁宁 丁宁 丁宁 不是我们公司 那个是领光 是领光 那这边就 不是乎美华 是的 林碧那些 还有几个的 是演得非常好的 那我又想知道 全部都是新人 拍摄的过程会不会难度比较高一点 还是丁宁宇 大家新人人说 没有包裹 你有新我也有新的时候 玩得很开心 这件事 其實是最重要的導演 民宿是我五體投地 因為他是一位 是很懂得 讓你不緊張的人 他懂得是印度的演員 他就是另一班演員 都可以在角色裡面 做得到 很聰明的 他真的很聰明 說回麗河姐 我們叫麗河姐 因為他叫譚麗河 是嗎 是 管名來的 是 管名來的 現在叫容姨 因為真情 容姨 你是怎樣入行的呢 我想知道 我入行 我是在澳門長大的 在澳門出生的 當時我自己就讀到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 我媽媽就叫我 不如去讀中學 升中學 那我說不好了 媽媽 我說我想學戲 不如你把讀書的錢給我去學戲 你從小就很喜歡 對 不知為甚麼 自小我就 就算拿著書包 打氣釘 叫做打氣釘 頭頭你看不到的 如果你開場的時候進去當然有票 後來那部分鬆鬆手 那些戲院伙計呢 其實有點小費 那時候就叫大人 叫大人 你帶我進去看 我從小就很喜歡粵劇的 不知為甚麼 適逢其會又怎樣呢 我呢 我爸爸就是在我門開洗衣店的 我們店舖當然是地下 樓上三樓呢 你猜住在哪裏呢 住在阿碧姐 鄧碧馬 大碧姐 大碧姐 澳門呢 就是日治時代的時候呢 就在澳門呢 一個澳門呢 有成四班戲 四五班戲 這麼熱鬧嗎 好熱鬧 因為澳門是葡萄牙中立國 哦 日本人沒有打到澳門的 沒有打到香港的 哦 所以在澳門就這麼熱鬧 所以就是澳門 好熱鬧的 這樣呢 碧姐和飲姐呢 就當時呢 就在新馬路 中央對面有一間 那時候叫做 綺多里戲 綺多里戲 是的 在那裏演戲的 那我就 小妹呢 是吧 跟著碧姐呢 就做小妹仔 跟著人尾 跟著碧姐進去看戲 哦 那由這樣呢 就認識了人家 哦 那我大組呢 原本呢 你知道啦 我是做發財的嘛 是啊 做女腳色 不是做男孩的嘛 是啊 那當然當然想跟著碧姐啦 嗯 那不知道有一個問題 有忽然之間 阿碧姐呢 就被人召了上去廣州 錦天花 哦 和阿一哥 和阿一叔 和阿一叔 然後呢 就召了上去廣州演戲 嗯 那當時呢 因為還是很亂 是 那樣 那他就不敢帶我上去 因為我太小了 只有十三歲 哦 十三歲 是呀 很小的 很小的 那他就說呢 就是怕著呢 就是有什麼戰火的問題 是 是 他說變了呢 就是 交不回女兒給人家 是 是 所以就不帶我上去 那他就把我交了給阿一姐 哦 所以你就交了阿一姐了 是啊 是啊 那開始呢 就是做這個粵劇了 是啊 那由阿一姐呢 就是 開班 開班的時候 就是新星劇團了 嗯 嗯 嗯 那他就幫我 就是我們戲班的電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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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說來一段故事 是啊 是啊 那說回呢 我記得呢 我們三個人呢 都在一起合作一個電影 是 就是雪花神劍 沒錯 哈哈哈 先學廣聯 是啊 是啊 那時候呢就很開心的 是 一拍拍成四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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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做阿輝哥的弟弟 是啊 我做大師姐 是啊 很大群人的嘛 是啊 一見親就整堆人 我都會 是啊 就是這個了 是啊 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個了 雪花神劍了 有寶珠啦 是 張天才啦 是吧 還有有沒有雪梨 我忘了了 有雪梨啦 應該有的 有的 雪花有雪梨 有的 有雪花有雪梨 我最記得就是 有絲馬 絲馬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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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記得呢 有一場戲的 就我和阿輝哥一起演 不知道 我的腳就掉了下去那個什麼 河那裡 會化肉的 化骨齒 是化骨齒 是 就變了骨頭的 啊 不知道怎麼辦的 後來又變了腳 我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就拍了成四集的 四集的 當年呢那個武俠片呢 都幾旺盛 是 尤其是因為 可能是先鑼港聯 是 羅賓呢 在這方面的電影 都很有貢獻 是的 是的 那麼 之後呢 我們又各有各去 演我們的電影了 是吧 好 知道 嘉義姐你和阿輝哥都有合作過一套 叫做《八仙鬧東海》 我知道 那個又早期了 早期 有早過雪花 早過雪花 早過雪花 未必 早過雪花 早過 阿輝哥呢 跟著我知道的資料 阿輝哥呢 就是做這個大太子 龍王大太子的 嘉義姐你就是龍王三太子 就是他小弟 又是兩兄弟 又是兩兄弟 我做過你小弟 又是兩兄弟 但以前很多時候是反串的 是嗎 是的 是呀 是呀 尤其是呢 我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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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角色的嘛 是 所以我們就反串 另外一套叫做《三劍鬧天魔》 三劍鬧天魔 不是 那個又不是 我和阿輝哥哥是《八千六中海》 八千六中海 那個呢 就比較是一些戲曲電影來的 是 也有打北派那樣的 是呀 但我想問一件事 記得一套戲 整天你們說北派那件事 為什麼只是打北派沒有南派 大家為什麼 其實有的 其實有 不是沒有南派 有 有 有南派就北派 不過有些人就標榜啊 大打北派了 經常說慣了 其實有南派的 但是北派和南派那個大 就是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北派呢 我們就在 由京劇那邊吸收回來 是 不是廣東產生的 那我們就變成北派了 OK 那北派呢 那時候差不多 我們譬如如果要拍一些 戲曲電影啊 或者一些武打片呢 都有練北派的 那我記得我當年呢 就跟袁小田師父的 你跟袁小田師父的 是嗎 我師妹 我是嗎 是 因為我跟袁小田師父 就去了 升哥林家 升哥的家 是啊他家嘛 是啊 寧敦道 寧敦道三個 是啊 我就去那裡練的 練北派的 我為什麼不記得你呢 是啊 很多人 沒有碰過 有的我肯在那裡 我差不多 是啊 是啊 我一直有上去 可能 那些時間 不對 那時候我爸爸就說 袁小田師父就說 練一下北派 你知道他的廣東話 不是很正的 是啊 那就是練了北派 才拍這些電影呢 有那個姿勢 有那個公假的 所以又抹一字腿 是 又押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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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喜虎味 那些 喜虎味是什麼意思 就是賭立 賭立 手在下面 腳在上面 OK 你會怎樣 我喜虎味 起得多 就手刮起展 是啊 啊 那我媽媽就說 這樣不行啊 女仔手刮起展 是啊 那馬上改了 我又去練什麼 練巴黎舞 哈哈哈 腳刮起展 不是手刮起展 哈哈哈 那一陣子就巴黎舞園 一個就是巴黎舞園 但是 兩方面都相關齊 那就好 那阿輝哥我想知道 那時候很有趣 我們做演員的 好像多方面都要去學 是啊 其實那時候很有趣 你一拍攝就說 那要什麼 那就去學 那要什麼 那就好得 不是學到的 是啊 是啊 大家都不知道 有那個心 還有 是流傳了下來 大家都覺得 要有那種誠意 是啊 就是由朝學到慢 就集中去學好它 表現得好 就是我很欣賞那種的精神 精神 是 這方面 可能是前輩的教導 所以 進到廠 大家都好像要交足自己的功課 其實呢 是逼出來 嗯 因為那時候片就多了 是 期又密 是 那又短期殺青 不是說 一套片拍三年沒有的 最多是一個月 每天都都 一個月就要去放 等你慢慢學 等你學得來就睡覺了 那部影片都拍完 拍了 所以一定是逼的了 一定是逼出來 還有會不會是 要先練定呢 這件事 就是 準備你隨時 可能你不止下一套 製作戲 所以可能你就 學定了 所有東西都 你一開始學 比如說有部影片請你做了 那你馬上開始學的時候 那你就會拍完那套部影片 你都還練 還練的 你不會說 我拍完就拜拜 那不是的 你一定 可能還有的 是啊 以前就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聽到很多 藝術他們都說 譬如你拍的 那他在開之前就學 有很多其實就是 學完之後 真的拍那樣東西 然後就拜拜 不會的 我們一直繼續下去的 那時候跟現在的環境不同 那時候的片物量 是 就是可能還有其他來 就是你會感覺到 還有片 片弱弱你 那你就繼續要學 那你就繼續要學 現在是很 不知道計劃幾多年 才拍到戲 那你真是 你怎麼等第二天 現在拍都不知道 不必找你的 是 輝哥 麗河姐 那時候呢 那些人很多時候 又說我們 拍這個語語片 尤其是戲曲片 那個導演 那個導演 就可以去吃碗 雲吞麵的 這件事 你又怎麼看 我覺得絕對是冤枉 冤枉 宣傳 冤枉 那些演員 只有七天 只有九天 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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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你 如果一個月 四四就一十六 是嗎 是 要有十六到電影 十六到電影 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逼到 有些操制濫奏 這個是真的 不是說沒有 其實有一些 我又覺得 不是操制濫奏 而是怎樣呢 因為有很多 是雄靈 粵劇雄靈 去演戲 他在戲曲方面 有根底 錄了音 但是他們自己 懂得走位 是的 很多時候 你一個鏡頭 一個track 他都track 他唱完那段曲 差不多五分鐘 是 那樣呢 其實就真的 不用cut short 是啊 因為他 一條長軌 是啊 長軌 他走位已經是很漂亮的 你cut short short 反而沒有了那種 那種味道 有些這樣的情況 是的 所以導演 就可以camer 一邊吃雲吞麵 不是說走出去吃的 不是走出去吃的 是嗎 可以吃雲吞 就是安住的 是啊 一track 他們自己懂得走位 cut 剛剛好就是這樣 是嗎 其實呢 都是演員和導演 大家都合好 還有那些鏡頭 他們習慣了這樣 才表露出那段戲 那個劇情出來 其實是的 因為被人說操制艦做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時候的製作費 是的 那你很多時候就 因為製作費的問題 所以逼著說 今天無論多少時間都要拍攝 是的 要拍攝 那間廠交廠給人 對 沒錯 有時候是真的略有粗製艦做 不是假的 那就是不可以說 一概而論 但是好的作品都很多 你想想那時候的資源 人力物力才力 跟現在相比 相比 差很遠 但是那時候可以拍到這個 現在你說幾多億元 還有一件事 現在是馬上看到效果是怎樣 那時候你明天才知道 是的 報警都拆了 你想補多個鏡頭不行 是的 那時候是拍片 這個判斷很重要 攝影師和導演的判斷 你覺得有些問題 你再來過 再來過是因為什麼 他那時候講得很清楚 是的 現在反而你拍完十幾二十次 實在剛才為什麼你要來過 沒有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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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 他的信心是否有問題 但是以前那些是逼你有的 你沒有信心都不行 沒有信心都不能收工 是啊 是啊 等第二天衝了飛行出來 沒有計算到的 拍得太多 是啊 飛行也在賺錢 還有我們入行的時候 飛行貴 是啊 那時候飛行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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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 所以你一個演員 如果你多吃兩支NG 兩支螺絲 第二天沒有人找就試 喂喂 記住那個人 不要制 那個人整天NG 他說這個演員 吃飛行的 是啊 是啊 有這些口頭 因為他不能用得翻 那時候飛行不用得翻 是 是 現在譬如後來那些錄影 帶些什麼都全部融得翻 是 沒錯 剛才一路去到聽的時候 無論是輝哥 還是容易都好 其實因為他們 那個的資歷很深 他們知道很多故事 是啊 真是前輩又前輩 那我又想問回麗河姐 怎樣 以我所知呢 有記載就是 你很喜歡一套電影叫 《思考記》 是的 這套電影 為什麼你這麼特別喜歡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講一下 因為《思考記》當年 就是桃園公司 桃園公司找我們拍的 是的 這樣 《思考記》 如果是在粵劇裡 當時叫做《粗鵝傳》 哦 是誰做的《粗鵝傳》 《粗鵝傳》 就是吳君麗、麗姐 還有陳錦棠 哦 明白 是 但是電影就不是了 就找了桃園 找了阿飲姐 就是我師父 是 還有孫姐 是 找我呢 就叫波叔做蘇東波 我就做蘇東波的妹妹 我就叫做琴昭 嗯 這個琴昭 就根本是一個小家壁肉 這樣的 但是他蘇羅呢 都很仰慕陳貴上 就是 阿飲姐 那個角色 是的 是 那為什麼會 會 會 搞到 阿飲姐會 喝醋呢 那他原來 就由阿波叔 那個蘇東波 他因為他試過 就在御苑 就是燈會 給阿飲姐那個 就是 玉娥呢 嗯 那又 曾經 好像 折過他 我說他 你都沒有了 那他就 懷恨在心 那一刻 你這樣 我當然 看看怎樣 來報復 那樣 那他就特地 安排 表妹 是 這樣 就 獻給陳貴上 哦 那樣 那個表妹 又是 好 好 好欽敬陳 就是陳貴上的 那 安排 就是一個 故意約他去酒會 就是蘇東波 約陳貴上去酒會 那經過 一個 難停 嗯 下雪 故意給了表妹 在那裡 那個表妹 就 引誘了陳貴上 甘願做小聲 哦 都肯制 哦 那你就做那個表妹 我就做那個表妹 那就是和他喝了很多對手戲哦 是啊 所以我呢 就是這套戲呢 我就心心都 懷念著 人人都叫我做 一代琴粗 哈哈 非常好 那劇本 又好的 那搬上電影 大家又一看 是的 難怪你這麼喜歡這套電影 是的 我很喜歡這套電影 那後期又有一套你擔正的電影 這套電影很厲害 叫做龍虎風雲萬里熊 是啊 只是聽過名字都厲害 龍就是麥炳榮 是的 虎就是蘇笑堂 是的 萬里熊呢 就是譚仙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偏系這樣偏 是的 我知道寶珠也有份 有啊 有啊 寶珠做我的兒子 哦 做我的兒子 做你的兒子 做我的兒子 做我的兒子 那時候他也是十一二歲左右 都是小的 是的 很小而已 那在這套電影裡 你就揮出你的混身解數 是的 這個電影就是有一位老闆 是的 那他就說 哎呀不如找我 試一下啦 拍啦 擔正啦 所以這個龍虎風雲萬里熊呢 我這套電影就是我自己 第一次擔正的 嗯 嗯嗯 那在那套電影裡 有啊 是啊 唱造臉架也有 是啊 他那些北派公架 什麼都拿出來 全部拿出來 全部拿出來 自己學這麼多 就拿了這麼多 哈哈哈哈 其實做演員最開心呢 就有機會給自己 給你 對啦 自己那個氣氛 沒錯沒錯 我想知道你 從初期到後期拍電影 你記不記得自己拍過幾套電影呢 應該 照資料館的估計 自己不記得 我自己就不記得了 是 應該起碼都有80200部的了 嘩 80200部 有 那你重影就 猜猜一下 六七十年 是吧 我五十年代就開始重影的 哦 但是那我容易 他有一段時間是去到照顧小朋友的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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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是1967年 是 嗯 直到年尾 六八年的年頭 是 開始呢 我就脫離了這個娛樂圈 哈哈哈哈 就沒有做 如果你要這樣說 十幾年來 就是要拍二八部 好厲害 真的要拍東西要拍的 我後期了 直到八七年了 我又回來又有拍的嘛 是 是嘛 製作的 是 拍電影後期呢 有拍電視劇嘛 是 真情也拍了幾年了 拍了一千幾集就做阿溶依 是 阿好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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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街上很多人都叫蓉依瑞 就不是麗河姐 麗河姐就是麗河你本身的名字 隨便譚善紅是我自己改的 即時紅樑上來了 最快她又不紅了 八幾部電影都不紅 真是難得到今時今日 就是這麽精靈在台上演出 只是給面而已 阿輝哥有說 其實唱粵曲是可以令到我們身體強壯 是不是因為單田的混亂 其實是的 所以我經常去跟老人家接觸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唱歌 你懂得唱什麼鳳家仇美鳥情 大家一起唱 一定要發聲唱 因為其實也有醫生說過 他說肺子開 開幾度 他說你大聲叫他才開 但是有幾種東西大聲叫呢 有些大聲叫傷身的 你吵架就傷身的 你明白嗎 吵架都大聲叫 不過你很傷自己的 你唱歌就不傷自己 你明白嗎 唱歌你大聲叫大聲唱 所以千萬不要收起來唱 一定要大聲唱 我到現在呢 就是有了這樣的麥克風之後 我都不懂得收的 都是這麼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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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了 以前只有一隻麥克風那些 那麗何姐你就比我熟了 只有一隻麥克風 沒有了 飛來飛去的 只有一隻麥克風 最初就不飛了 最初就洞在那裡 骷髏頭這樣大 是啊是啊 我們是不能站在中間的 做小孩 你不大聲聽不到的 當然是主角站在中間 輪到我們站在中間 當然是在那邊 在那邊是要大聲聽到的 那就發力發力發力 即是我們的叔父說 你不下台 你的聲音 一定要下台 那就喊了 喊到現在不懂得收 一定要單天力才能下台 是啊是啊 我又有一件事很欣賞阿輝哥 就是你的藍音 真是好爺 真是現在到現在 阿輝仔好爺 是啊 真是無人能比 你的藍音 真的唱得很好 真的沒有說 藍音又不同一個聲歷去發出來的 你的藍音曾經在 是不是1992年 去過英國御前表演 這個是我們港人的一個光榮來的 多謝多謝多謝 其實那次英女王登基40年 就是說他主理聯邦 那時候香港還有英聯邦 是 派了我過去 其實都是經歷都挺好的 起碼入過皇宮 對著英女王 還有一幫那時候 那二百多人 都是 都是 旺室的那些人 什麼爵啊 什麼那些人 是 但是有個好笑 就是 大家都好像很懂得聽 其實沒有一個懂廣東話的 但是真的很有禮貌 都好像假裝很欣賞 我自己忍著笑 但我又想知道 你那天選了哪一隻藍音來唱 寫過的 特別寫的 那隻藍音呢 其實我都 我和德叔兩個合作 葉兆德先生 是 我們就說 我和他好朋友 我說一段短的藍音 你將個香港 太歌功仲德 我們是中國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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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的 我覺得 不可以太捧英國 是 但是你不捧 你去唱什麼呢 你又不行的 所以那段曲 其實我和德叔兩個 對那些字眼斟酌 斟酌得好 就是說 香港發展得很好 什麼什麼 就全部不涉及 英國和中國的事 嗯 我們自己是中國人 一邊去拆鞋 自己都不好意思 是 是 所以 但是你又不說 又不說得不好的 是 那就是 那段 後來我錄了唱片 哦 不過很短的 因為呢 藍音呢通常 好像說一個故事 是很長的 本來 所以我說 你那次的表演 那個歌詞 那個藍音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要捨得 得體 什麼 得體 又不要 丟中國人的面子 是啊 是啊 就是說你接手就很好了 那就是剛才不好 那個不行的 是啊 那說回來又說電影了 啊 揮哥你的電影也是很厲害的 那我記得呢就是 你從兩位呢 我們 當今都說他們是 巨星的 古代的巨星 一個就是 長哥心馬斯爭 一個就是馬斯爭 是 兩位都有合作 是 那你跟馬斯爭先生 合作的是什麼電影呢 電影 就有一 現在我最喜歡的那套電影 都是跟他合作的 就是 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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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巡劍做導演的 是 就是很深的 很深的 就是我們拍的時候都會哭 哦 但是你拍的時候很小的 小孩很小的 很小的就很小的 范電叔王楚山 一堆李鵬飛 一堆 一堆很厲害的演員 嗯嗯嗯嗯 但是沒有 靚仔靚女 什麼難得啊 跟馬斯爭一齊合作 拍電影 我是很開心的 我跟他拍過 不知道兩三 三套戲左右 就不止這套的 但是其他都忘記了 就是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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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很幸運 跟很多名演員都合作過 是 那之後就有長哥 是 那你又跟長哥合作到 什麼電影呢 我想最特別就是 《某人為首》 哦 這個是一個經典的電影 是 因為呢 以我所知 長哥這套電影 他自己做老闆 是 編劇 監製 又導演 是 在當時一個演員來講 其實很少擔任 這麼多樣的角色 其實他都是指揮的 你明白嗎 他擔任這些都是指揮的 有導演的 他有副導演 他是導演 他是導演 他自己也說是導演 他自己導演 自己導演 他有副導演 OK 當然有些人都幫忙 是啊 那你就做他的弟弟 做弟弟 那首歌呢 到現在大家都經典 拒絕人口 拒絕人口 很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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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這首歌是經典 籌生款就找他 是 一籌款就唱這首歌 是 就算他現在走了 那些人一籌款 都是不如整個買 不如整個買 因為有人捐錢 還有登星穿也是唱這首歌的 是啊 是啊 好啊這首歌 難得兩位名演員合作 你在他們身上學到些什麼呢 好不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其實 馬大叔就講很多話 雖然我那時候很小 他很喜歡 你知道 一換燈 換什麼的時候 就停了 在外面當然每人一張椅子坐著 他很喜歡教我們 哦 他教什麼呢 就說你們明天紅了 你千萬不要要老闆的錢 不然兄弟就沒得吃了 因為你紅了嘛 你紅老闆就給了錢 你要多少都要給你的 是不是 是 教很多這類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 可以教很多的 是啊 這個對的 剛剛我還沒跟他合作過 是 他有很風趣的 忽然之間他前 講了一個故事給你聽 第二天 你說得出 我請你吃宵夜 是 你記不記得 昨天說的 你記不記得 很風趣 很有趣 很有趣 他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就是《紅聯喜》 第二屆是《鴛鴦淚》 第三屆是《黃寶村》 第四屆是《白蛇轉》 方姐就告別魏彭 是的 是的 那你跟他度過四屆 是 長哥也是很好人的 我跟長哥也拍過電影的 很多時候他一來到就要拍攝 我還沒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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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在那裡 跟來就跟去 你知道我早點走過的時候 他就 你撿衣服就可以了 我走去哪裏 你還沒看 哈哈哈哈 撿衣服 他 因為你站在那裏 他突然可以走去那裏 你快點跟去 快點跟去 快點跟去 你記得要跟去 要不然你自己出了鏡 出了鏡 他就說 你撿衣服而已 我走去哪裏 跟去哪裏 其實如果這樣說 大家的節奏是在他那裏而來的 是啊 肯定 肯定 現在不明文的規定 誰帶誰說事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呢 這件事就變成了 你們要靈活了 是 劇情是這樣 但是他演藥點的時候 他有他獨特的風格 大家要配合他一起做 所以 都不是那麽多NG的 是啊 是啊 真的啊 沒有什麼NG的 那時的反圍 很多東西是這樣撞了出來 是啊 那些火花賊都不明 是啊 阿祥哥做大戲也是的 是啊 你出台你自己撿衣服 他分分鐘呢 他就是 每次呢 每天都不同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不過他有好處做大戲 他真的不會被你死的 他不會的 他是 他 一撐了你出海 他拯救你 他拯救你 他很本事的 他這件事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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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自我為事 他都會知道你怎樣 他帶你怎樣 他一看這個新人 我們做年輕人 就跟他做的 一看你這個東西 就怕不行了 哈哈 不是很撿爭得的 怕不太行的 他就一手救你回來 啊 很聰明 不要問廢哥 因為其實一直都知道 廢哥你是對於粵劇方面 是不為粵力 很多 我想我很久之前去看一些片 一些訪問 一些片段的時候 有些什麼事 大家關於粵劇界 就會去訪問一下廢哥 是啊 是啊 也有講到一個承傳的問題 很老實講 剛才我們一直講的 都講的是一些五六十年代的 頂龍去到七十年代 但是中間 香港的一些戲曲電影 可能真的已經很久沒有見到 是啊 但是粵劇又反而是另一回事 因為我們在舞台上見到 現在就真的蓬勃了很多 很多在舞台上見到 但是其實你覺得 會不會接下來的時候 香港都可以拍一些戲曲的電影 其實現在因為電影製作太貴了 其實最主要是這件事 那你變了那個投資 和那個 因為老闆當然是計算收益的 那你其他的對拍片 或者什麼 你可以燒到國內也可以 國外也可以 那如果戲曲片 就比較局限 所以始終戲曲片是 他們的投資很難找人投資 因為以我所知 後期尹姐他們那一套 李後主都拍很多年的 製作都很大的 還有一套就是李香君 李香君 徽閣都有一起參與 那個都是女 去到做監製 黎小田做監製 那個是女姐 最後一套的戲曲片 是啊 其實他就是想留下一些東西 他的心意就是說 我也幾十歲了 我想拍一套我喜歡的戲 他留下 他就選了李香君 他一直在舞台做的 那套戲 是啊 他選了李香君 我又不知為何會請我和韻菲燕進去做的 因為他國內有很多人 其實他有很多人 但是你兩位出色的 這個真的 是的 那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和他合作過 他在香港最後一套電影 《西雙記》 就是我做過寬郎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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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寬郎的 是啊 那他上廣州我們那晚大家都不知道 他拍完通宵戲之後 翌日睜大眼起來之後 看到星島晚報說他上了大陸 我剛才在見他 是嗎 就是我的感覺 我剛才在見他 是不是真的 是 後來當然有再見 是嗎 那他和我拍李香君的時候 他都很刻意 是 就是他都想 承傳回他那套藝術 是 這個是值得的 值得 應該的 是 那當然了 接下來這個戲曲的電影 真的要看那個製作的資本 是啊 很困難 困難 那在藝術的藝術方面 阿輝哥你們現在有什麼計劃去推廣呢 那真正推廣和計劃呢 就很多人都在那裡好像在做那樣的了 那我們都在那裡繼續做 那其實那個承傳都有危機的 因為你現在整個 整個大環境 整個教育制度裏面 你是容納不到某些藝術教育 因為我們又要練功 是嗎 在那個時間上 還要是不要太大練功 是 是 那你現在是中學畢業 然後才 入演藝學院 那你如果 事先沒有練過功的 你真是很大件事 是 是 十七八歲 是啊 十七八歲就壓腿 真的壓救命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都在想辦法去解決 那如果我個人來說 我自己是見步行步 因為我又沒有人力物力財力 是嗎 那見到哪一個有條件 用心的 最主要其實就是用心 最主要是心理 其他條件還是另一回事 是啊 那個熱誠很重要 是啊 你有那種毅力 真的用心去學才行的 是啊 那就講一下 告訴他怎樣怎樣 是啊 那都有些人是真的很好 是 年輕人都有的 不是沒有的 我知道你現在都在 你的中文大學那裡有去到教 那個呢 我是講理論的東西 是吧 就是不可以教學生練功 是 是 是八王那裡是嗎 不是 是中大來的 中文大學 是的 那或者希望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粵劇是我們廣東醫院的一個藝術的一個傳承來的 傳統來的 應該要保留 應該要保留 希望政府這方面多些支持 有的 政府都有的 希望大家能夠合力 將它做得更好更好 當然 其實兩位 也都在 剛才我們一直去到說 他們拍的電影是多到忘記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 在你們的記憶當中 因為我們都說 今年就是香港電影資料館20周年 如果想邀請你們 去到 將你們其中一套的電影 放下去 給大家去到再一次觀賞的時候 你們會選擇自己哪一套的電影呢 你先 是啊 你先 那不用說了 我自己 因為拍這麼多電影 是嗎 又有歌唱片 又有武俠片 又有時裝片 這樣 我自己覺得 有一套歌唱片 就是 龍虎風雲萬里紅 是我自己 因為當正 而且裡面 唱、唱、念、打 也有 剛才你說 死盡混身 在手 是啊 我自己學到這麼多的東西 都放進去 應該 應該 我希望 將這套 龍虎風雲萬里紅 放在電影資料館 給大家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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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來講去都是父母心 我真的很喜歡這套電影 是 喜歡了幾十年 那個劇情是教人做人的道理 是嗎 很多 很多東西 他有戲曲在裡面的 馬大叔也是做過演員的 是嗎 做過 不紅了的演員 是 很多辛酸 很多東西 他做街頭劇 又有什麼 又有親情 我又沒看過父母 有親情 真的看 非常好的 值得去推薦一套電影 OK 今天在這裏多謝兩位 幫忙中秋時間 你和我們聊天 多謝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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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這麼多位的朋友 在過去的十集 一直去到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繼續去到支持香港電影資料館 多謝大家 拜拜 繼續支持香港電影資料館 拜拜